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我问男友 如果你遇到一个各方面都比我优秀的人 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他沉默一会儿 说,你总不能阻止我奔向更好的人吧 那我就放心了 分手吧 我遇到比你更好的人了 说完,我当着陆胜的面 拉黑删除他所有联系方式 任由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决绝离开 转头跟另一个男人扯了症 第二天,婚礼现场 室友郭婷婉拙陆胜的胳膊盛装出席 我没有邀请任何人 他们怎么来了 关系还这么亲密 看见我 二人神情立马变得不自然 陆胜下意识想抽出胳膊 却被张婷狠狠掐住 指甲烟红 鼻挺的西装被抓出褶皱 关键时刻 便宜老公迈着大长腿走来 陆随安笑着搂住我的腰 她的手掌很大 智热的温度透过礼服 烫得我心间一颤将在原地 她却大大方方介绍 小圣,这是你嫂子,林又宁 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富有雌性 等等 什么情况 我在民政局门口 随便抓的便宜老公 是我前男友的哥哥 陆胜盯着我腰上的大手 仿佛要把我盯个窟窿出来 良久 他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嫂 姿 好 觉察到我们之间气氛不对 陆随安挑挑眉 你们认识 没想好怎么回应 陆胜先我一步开口 当然 大学同学 关系嘛 挺深的 陆随安笑笑 不理会陆胜的挑衅 伸手去拍她的肩膀 那在学校 你可要好好照顾你嫂子 陆胜躲开陆随安的大手 冷冷的 不劳哥哥费心 你不说我也会好好照顾她的 仲殷落在好好照顾上 一听就知道是反话 哈哈 好 说吧 陆随安收紧我腰上的手 搂着我走 我们先去敬酒 你们好好玩 稍稍走远 我小小声嘟囔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弟弟 陆随安突然停下脚步 从头到脚打量我一圈 他凑到我耳边 用气声说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他靠得太近 紧握处都能感觉到 他温热的呼吸 耳朵不争气地红了 好烫 突然耳朵被他捏了下 我一脸震惊地看向他 他搓了搓指尖 仿佛在回味 手感不错 属兔子的 你才属兔子的 你全家都属兔子的 我不甘示弱地拍拍他的屁股 还挺弹 手感不错 你是属狗的吧 扑痴 哈哈哈哈哈哈 他愣了愣 随即大笑起来 原来他这么笑的时候 昨脸有一个浅浅的酒窝 笑了好一会儿 他目光逐渐往下 停在社会痔疮前面 那你摸错地方了 我属龙的 我好像摊上了个不好惹的人 现在离婚还来得及吗 在线等 挺急的 进了一圈酒后 我去卫生间补妆 刚出来就被人按在墙上 瓷砖冰凉的触感 让我浑身紧绷 抬头一看 竟然是陆胜 他喝多了 酒气很重 放开 我冷静警告 他却粗鲁地抬起我的下巴 用大拇指在我的嘴唇上抹撒 粗糙的感觉 很疼 我歪过头 用行动拒绝 他却越来越发疯 林又宁 你很有手段吗 在一起的时候 嘴都不让亲 转头就爬上我哥的床 我气得眼眶发酸 整个人都在抖 可我还是控制住自己 尽量平和地说出 我没有 陆胜舔了舔下唇 语气轻浮 重复 你没有 哈哈 你说你没有 他向前一步 劲得快 踢到我身上了 林又宁 我以为你跟别的女人 不一样的 结果到头来 你跟那些女人都一样 为了钱什么 都做得出来 我被气笑了 对 我就是为了钱 被你看穿了 能让我走了吗 陆胜愣住 过了一秒 他盯着我的眼睛 我也有钱 你别跟他 跟我好不好 求你 说完他俯身就要亲我 我抬起右脚 高跟鞋后跟 狠狠踩在陆胜脚上 陆胜疼得闷声一横 我趁机一个大嘴巴 把他扇倒在地 陆胜哼哼唧唧 瘫坐在地上 我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 拎起他的领子 教训道 记住了 以后我是你嫂子 说话做事放尊重点 陆胜笑了哭 哭了笑 我洗了洗手 不打算多纠缠 转身离开 你知道陆随安是什么人吗 我停下脚步 回了句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刚走出长廊 我就撞上了陆随安 心跳突然加速 刚刚那些 他应该都看到了吧 我不敢抬头看他 握紧拳头准备道歉 跟我结婚是为了钱 低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我放松拳头 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破罐子破摔道 是 陆随安笑了 立刻从怀里掏出一张卡 递给我 这里是五百万 我愣住 他尴尬地掏了两次兜 不好意思 换新衣服了 只带了这张卡 少是少了点 你先拿着 以后每个月再给你打八百万 我 我要怎么跟他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见我没有反应 他试探道 不够 那每个月一千万 够了够了够了 好 那就每个月两千万 他从我的兜里拿出口红 轻轻抬起我的下巴 帮我补妆 补完他满意地点点头 准备好了吗 陪我去见一个人 我还震惊于陆随安的财力 久久不能回神 整个人几乎挂在他身上走 宴会厅 一个穿着花架 落地塔裙的小女孩 吸引了重宾客的目光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婚礼现场 穿得比新娘更像新娘 安叔叔 小女孩朝陆随安跑来 仿佛没看见他身边的我一样 安叔叔 你不是要娶寒寒的吗 怎么能跟这个女人结婚 寒寒生泪俱下 哦不 没有泪 他怕哭花精致的妆容 一点都没哭 陆随安松开我的手 弯腰摸了摸寒寒的头 叔叔在民政局门口等你一天了 你都没来 而且这个月是第三次了 叔叔也很忙的 陆随安就这样当着众人的面 因策策的解释 吓得寒寒不自觉后退一步 陆随安皮笑肉不笑 当叔叔的妻子 就要变成情绪稳定的婶婶 寒寒你太任性了 从其他宾客的窃窃私语中 我得知寒寒是陆随安的联姻对象 寒寒妈突然出现 把寒寒拽走 跟陆随安陪笑道 不好意思啊 陆总 寒确实太任性了 寒寒却不依不饶 扯住陆随安的衣角 安叔叔 那我每个月一千万的生活费怎么办 哦 那是给我妻子的 笑死 零花钱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 比如从寒寒的钱包 转移到我的钱包 寒寒愤愤又恶毒地盯着我 我转了个圈 让他盯得更全面谢 不然这个钱 我拿着不踏实 晚上回到新房 我累得要死 匆忙卸妆洗漱 躺在浴缸里 心里天人交战 本来只是想跟陆随安假结婚 不发生关系的 可是他好像身材脸蛋都不错 而且我还拿了这么多钱 该怎么开口 想到了陆随安的前卫婚妻 他不会还有什么变态的癖好吧 我摸了摸有五百万的银行卡 我眼一闭 心一横 有就有吧 不遭点罪 这钱拿着可太烫手了 我打开拼兮兮 搜索归房JK 陆随安应该会喜欢吧 别问为什么有钱还拼兮兮 抠搜使人快乐 再说那东西都一次性的 花太多钱不值 床太松软 我挑着挑着 眼皮渐渐打架 睡着了 醒来时陆随安已经去上班了 如果不是床头柜上的便监 我甚至怀疑他 昨晚没回来睡觉 陆随安自如其人 温文尔雅又不是锋芒 老婆 公司有些事 我先去处理下 不用等我吃早餐 还是第一次被人叫老婆 奇怪但并不讨厌 我抠开手机壳 放进便监 反应过来 已经放好了 我笑着摇摇头 在内心摒弃自己这种行为 不过到底没有 再把便监拿出来 早餐放在保温罩里 我吃的时候温度刚好 阳光透过大落地窗 洒落在我身上 窗前的银杏树 金灿灿的 很美 这是我最近半年 过得最美好的一个早晨 闺蜜说的不假 嫁人就要嫁有责任感的 任何一个女人 跟陆隋岸结婚 她都会如此对待 压下心动 我拿上结婚证去看望爷爷 回家的路很长 打车要一个多小时 可我还是喜欢坐老旧的公交车 从起点 一站一站坐到终点 小时候家里穷 坐不起公交 爷爷就沿着这条路 一站一站 把我送到城里读书 夏天太阳读 爷爷心疼我 会给我买一只五毛钱的冰棒 妈妈生我的时候 男产死了 爸爸被朋友骗光所有钱 走投无路自杀 后妈脾气不好 改嫁钱总打我 冬天她把我扔合理 差点淹死 爷爷及时发现 我才捡回一条命 宁宁回来了 你看看你 回来就回来 还带什么东西 我听着小老头 唠叨的话语 心里一暖 路上累坏了吧 来 尝尝爷爷放井里冰镇的西瓜 一口咬下去 又冰又甜 爷爷年纪大了 我想接她到大城市一起生活 她不是舍不得村里的邻居 就是担心地里的庄稼 每每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之后却总能找到各种借口不肯去 我知道 她是担心自己成为我的负担 我也由着她 尽我所能给爷爷更好的生活 翻修房子 置办家电 买各种生活用品 就在我以为 生活终于善待我们爷孙时 爷爷确诊肺癌晚期 医生建议放弃治疗 这样爷爷还能少遭点罪 日子有了倒数 爷爷无法永远陪着我爱护我 所以那次从医院回家以后 他对我的婚姻大事越发上心 他不表现出来 只偶尔旁敲侧击问我 宁宁跟你的小男朋友怎么样了 想到爷爷想问又假装不在意的样子 我就想笑 我拿出红本本 在他面前晃晃 老龄头 你看看这是什么 爷爷眼睛都亮了 戴上老花镜 看了好几遍才确认 我以为会得到表扬 可爷爷难得严肃 你结婚啦 我愣在原地 有些无措 不知道爷爷这是开心还是生气 爷爷看到结婚证上 陆绥安的照片 语气才稍稍缓和 模样长得倒是周正 爷爷拉住我的手 宁宁 爷爷不是催你结婚 我岁数也大了 就是希望你身边 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宁宁 结婚也好 不结婚也好 爷爷只是希望你幸福 听到爷爷发自肺腑的话 我背过身去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我开始动摇 自己闪婚的行为 是不是错了 爷爷为了不成为我的负担 不肯跟我一起 去大城市生活 我不想 爷爷死前还担心 我没有依靠而闪婚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笨拙地表达爱意 哎呀 爷爷你说什么呢 我当然是喜欢陆随安才跟他结婚的呀 你是不知道你的孙女婿有多优秀 我在网上搜陆随安的名字 给爷爷看 你看青年企业家哦 很会赚钱的 就是太忙了 爷爷看了好一会儿 才渐渐打消疑虑 他敲了敲我的额头 你呀 再忙连看我老头子的时间都没有吗 结婚照拍了吧 给我看看 我有点打触 这婚节的突然 哪有时间拍婚纱照啊 我磨磨蹭蹭 翻找到几张婚礼现场的照片 好看 好看 爷爷粗糙的手指抹撒着 萌混过关 我松了一口气 爷爷 地里的庄稼熟了吧 我去收 哎 太阳毒 你把我给你做的遮牙帽带上 爷爷的地其实很少 都是他自己这么多年开欢开的 往往只中一年 第二年就被人家收回去了 只是爷爷没什么手艺 重得是让他感到骄傲的事 我也由着他折腾 呦 这不是林大高材生吗 怎么上了大学 还回来干农活呀 张小雅阴阳怪气地笑着 旁边的婶子也跟着凑热闹 又您还没嫁人吧 你这丫头模样学习都好 就是命不好 看人家小雅 老公在城里开连锁超市 可有能耐了 张小雅从小就喜欢跟我比 小时候跟我比成绩 大一点跟我比样貌 现在又跟我炫耀老公 我从来没得罪过他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对我的敌意这么大 我时常觉得 村子里的女人都很可怜 她们总是有意无意地 把男人当成人生的重心 没有自我 对于张小雅的挑衅 我也只是笑笑 没有揭察 她自顾自说给其他人听着 哎呀 哪有婶子说得那么好 就是一会儿会过来帮帮忙 吃瓜群众一听 更是赞不绝口 引擎声游远极近 一辆黑色麦巴赫 在田野间出现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大家眼神揶揄地 看向张小雅 张小雅也低着头 脸颊泛红 偷笑着 看来那辆车的主人 应该就是张小雅的老公吧 我继续弯腰收粮食 突然身边传来震震惊呼 我去 这么帅 这是演员吧 我寻声望去 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下车 朝我走来 周围的人呆住了 我也呆住了 这 这不是陆隋安吗 你 你怎么来了 我下意识地 把满是泥土的手藏在身后 心情复杂 如果婚前 陆隋安知道 我的家庭情况 一定不会跟我闪婚的吧 跟陆胜恋爱时 我就想告诉他家里的事 可惜每次看着他 眼睛亮晶晶 讲自己参加了什么秀 逛车展买了什么车 我就说不出口了 私存间 陆隋安已经走到我面前 他长手长脚地 挡住了我头顶的阳光 他伸手把我带歪的帽子 挣了挣 了解自己的妻子 知道他去哪儿了 是一个丈夫的基本素养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烈日炎炎 陆隋安的话 却仿佛山间清泉 在我心里泛起阵阵液 我低下头 红了眼眶 原来被人好好对待 也会让人心酸 爷爷并未那次 我跟陆胜提结婚 还没来得及说为什么 他已经列举出年纪小 没完够等等 不适合结婚的理由 走吧 先带我去见见爷爷 陆隋安好听的声线 打断我并不愉快的回忆 哦 好 回过神 我才注意到 周围人已经窃窃私语好一会儿了 张小雅的脸色 更是难看到不行 我赶紧收拾好心情 带陆隋安见爷爷 爷爷 这位就是陆隋安 我 我老公 也许是还不习惯 老公两个字 我说得不太顺畅 声音小就算了 语调也奇怪 听起来倒像是撒娇 我偷偷瞥了一眼陆隋安的表情 他刚好挑眉看我 看见我一脸心虚 他勾了勾唇角 拉起我的手揉捏了几下 温度顺着手指飙升到脸上 一个字 热 爷爷好 是我唐突让幼宁跟我仓促结婚 没能提前上门拜访 还请爷爷责罚 不愧是叱咤商场的风云人物 一朝以退为尽 把爷爷整不会了 只得冷哼一声 表达不满 陆隋安又从车上拿出一堆补品 和几台缓解肺癌疼痛的高科技机器 是我之前动心想买 又觉得花他的钱不好 一直没有付款的 陆隋安西装革履 额头上都是汗 我在心里默默感叹 不愧是陆隋安 心思这么细腻 爷爷还是没好气 我管不了你们 庄稼熟了 我还是管管我的庄稼吧 陆隋安立马借铺下驴 我都来了 哪能劳烦您 他自然地去爷爷衣柜里 找了几件干活的衣服换上 陆隋安的手 平时也就滑滑平板 签签字 哪里干过这种粗活 我拉住爷爷的衣袖 劝阻道 爷爷 爷爷不理我 转过头轻哼一声 陆隋安是个手脚麻利的 很快换好衣服出来 我算是第一次见识到 什么叫人长得漂亮 穿麻袋片都好看 陆隋安身材很好 穿件老头衫 腹肌曲线更明显了 目光不自觉落在他的腰腹 我突然扶制心灵 这部妥妥操汉小说男主 可 去干活去吧 天 我刚刚都在想什么 脸再次热得发烫 我赶紧走在前面领路 到田间 之前看热闹的人还没走 张小雅明显回家打扮了一番 身上穿着干活不方便的 红色沙滩裙 还化了妆 陆隋安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 都很强 只是看我做了几个动作 就上手了 手脚麻里 周围的大婶看见都夸她 小伙子是干活人 陆隋安干得快 可是不管她走到哪儿 张小雅总能跟在她身边 你叫什么名字啊 今年多大了 在哪上班 渴了吧 来喝点水 陆隋安一心干活 一句也没搭理张小雅 看见我喝水 她跑过来 接过我的水壶 一顿猛灌 好喝 可那是我的水壶啊 还是我刚刚喝过的 我给陆隋安准备的水壶 此刻显得有些多余 张小雅见陆隋安不理她 翻了个白眼 语气也越发刻薄 她揽上身边男人的腰 长得帅能当饭吃 我老公可是开连锁超市的 蓄服知道吧 全国连锁 被张小雅这么一闹 她老公面子上也有些过不去 连连摆手 别听她瞎说 我就是个超市经理 不是什么开超市的 陆隋安点点头 电话响了 来电显示助理 我擦了擦手 把手机递给陆隋安 陆隋安两手一摊 朝我歪了下头 我点击接听 举到她耳边 真是被伺候惯得住 陆总 蓄服连锁超市的项目 数据跑出来 利润没有预期的高 还要继续投资吗 听到电话里的声音 张小雅的老公 脸色立马白了 她瞪大眼睛 看着陆隋安 嘴里嘟囔 陆 陆隋安 陆总 陆隋安玩耳一笑 沉默了几秒钟 此刻却显得格外漫长 两久 她朝我眨眨眼睛 继续投吧 她看向张小雅的老公 语气里带着一丝 不易察觉的戏血 毕竟 蓄服超市的经理还不错 张小雅听出 陆隋安是她老公工作的 超市的投资人 差点跌倒在地上 还想说什么 被她老公捂住嘴拽走 抱歉了陆总 我老婆心气高 说错话了 还请您见谅 陆隋安笑了笑 没说话 继续干手上的活 回去的路上 天黑了 月亮照亮了整个小村庄 我问陆隋安 利润没有预期的高 为什么还要投资 陆隋安腿长 走路却始终跟我并肩 你小时候跟着爷爷一起 过得很辛苦吧 她答非所问 却正中我心坎 村子里的势力眼 比城市里来得更赤裸 一个父母双亡的小孩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这些年真的过得很难 我只是习惯模糊 并不美好的记忆 陆隋安拍拍我的头 我要让村里人知道 如果我老婆不高兴 他们眼里最有出息的人 也会工作不保 林又宁 也是有人撑腰的 见我不说话 陆隋安缓解气氛道 而且利润不高 也是赚钱的 你不要有太大心理负担 月光淡淡落在 陆隋安的侧脸上 趁得他的轮廓越发立体 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月光落在一个人的身上 也会好看到 让人心动 陆隋安用实际行动 讨得爷爷的欢心 晚上吃饭时 两个人已经好得不分彼此 我上了厕所回去 居然看见他们 两个在讲悄悄话 爷爷跟你说什么了 陆隋安心情颇为愉快 手指微曲 敲了敲方向盘 秘密 他笑着说 嗯 他什么时候跟爷爷关系好到 都有秘密了 我担心爷爷提出什么 过分的要求 我爷爷人就这样 说了什么奇怪的事 你不用当真 陆隋安语气愉悦 没有 嗯 宁宁 你爷爷很好 把你养得也很好 宁宁 总裁都这么自来熟吗 陆隋安开车技术很好 一点都不颠簸 望着窗外匆匆掠过的树木 我有些失神 说出了心里话 陆隋安 我们假结婚 不过是各取所需 不用做到这种地步 陆隋安 瞥了一眼我蜷缩起来的小腿 调高空调温度 就算各取所需 这个社会也是对女性更苛刻 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 还是你比较吃亏 我多做点事是应该的 后来陆隋安说了什么 我没听清了 心里和身体都暖暖的 我居然睡着了 醒来的时间节点有点尴尬 被陆隋安抱在怀里 身上还披着他的外套 陆木是陆隋安的喉结和下河线 继续装睡 还是告诉他我已经醒了呢 好闻的灶脚味 钻进鼻子 想到下午陆隋安干完农活 用井水冲凉水澡的模样 我整个人红得发烫 温度透过衬衫 传递到陆隋安的胸口 陆隋安倾笑 声音沙沙的好听 醒了 我下意识闭上眼睛 缩进他的外套里 陆隋安向上颠了颠 将我抱得更紧 还故意小声说 哎呀 是我看错了 还没醒 我装不下去 慢慢露出眼睛 心虚倒 醒了 放我下来吧 陆隋安嘴角的弧度上扬 稳稳地将我放在地上 到了 救命 怎么感觉一整天都在丢人啊 陆隋安很快冲了个澡 还给我放了泡澡水 浴室里香气阴晕 我躺在浴缸里磨蹭着 昨天睡着了 没有跟陆隋安睡在一张床上的印象 今天可是清醒的呀 不管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走出浴室 陆隋安正坐在沙发上看平板 睡衣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 姿态慵懒 目光却严肃 一看就是在工作 今天在爷爷家做了那么长时间农活 一定很累 我给陆隋安倒了杯温水 放在茶几上 那个 今天辛苦了 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 累了就早点休息吧 糟糕 话说出口才发现 关心太过 陆隋安清台 金丝眼镜 又宁小姐 这是在邀请我 我头摇成波浪鼓 我不是那个意思 逃窜回卧室 蒙进被子里 陆隋安倒是没有跟过来 让我的心稍稍放进肚子里 房间里点了安神的熏香 白天干了太多体力活 我的眼皮又开始打架 迷迷糊糊间 我听见咔哒一声 灯好像关了 有人给我噎了噎被子 那人叹了口气 无可奈何道 宁宁 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开学 为方便上课 我提出回寝室住 陆隋安没说话 手指敲了敲桌面说 我给你在学校附近 租个房子吧 不用 不用 我还想体验一下 校园生活呢 那好吧 记得课表发我一份 陆隋安妥协的样子 还挺可爱 刚到寝室 我就被人来封闺蜜 乘一扑倒 宁宁 一个暑假过去 我好想你呀 嘻嘻 我把它推开 继续收拾行李箱里的衣物 他又扑过来 挂在我的身上 在我耳边坏笑 婚后生活怎么样 老公给不给力 我老脸一红 称怪道 说什么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只是假结婚 诚意不管那么多 我当然知道 但是你微信上 跟我说过他做的那些事 我保证他对你绝对有意思 先婚后爱 霸道甜宠 想想就好甜 我跟诚意是高中 就认识的好朋友 最了解彼此 私下里什么话都说 我往他嘴里塞了颗枣 闭嘴巴你 突然宿舍门开了 郭婷怀里捧着玫瑰 满面春风 陆胜跟在他身后 帮他拎着行李箱 我跟陆胜的目光 对上的瞬间 郭婷点起脚尖 在陆胜的脸颊上 亲了一口 亲爱的 谢谢你帮我拎行李 陆胜没有躲 反而挑衅地看着我 我低下头 继续叠衣服 我跟陆胜之前 一直是学校里的 模范情侣 想不到 刚分手 他就跟我不对付的 室友在一起了 跟陆胜在一起时 我抱怨过 郭婷晚上不睡觉 外放跟其他男生 语音打游戏 他明知道 我不喜欢郭婷的 哎呀 花太多了 分给你们点吧 郭婷依赴胜利者的姿态 施舍道 陈医可不惯着他 直接拒绝 我不要 我嫌脏 男朋友都捡人家二手的 你应该不介意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你 郭婷气得说不出话 转而讽刺我 感情里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有的人在一起那么多年 连朵花都没收到过吧 是啊 陆胜想要送我花 但被我拒绝了 我总觉得 那太浪费 后来陆胜也就没有送 咚咚咚 一个衣着不凡的男人敲门 你好 请问林佑宁是在这个寝室吗 我就是 怎么了 男人笑着把手上的东西递给我 这是陆先生为您准备的开学礼物 哦 谢谢 郭婷一开始不屑一顾 看到赫莲娜的护肤品 和几件高奢品牌的衣服 他脸都绿了 陆隋安的视频电话来得及时 开学礼物收到了吗 我把镜头对准礼物 这会不会太夸张 看到我阳台养得文竹了吧 那朱文竹 我一进屋就注意到了 焦脆欲滴 看到了 你养得很好 但是跟你送我礼物 有什么关系 陆隋安笑了笑 我的意思是 只要是我的 我都会养得很好 诚意撞撞我 这位就是你老 我赶紧捂住她的嘴 你别听我闺蜜瞎说啊 我还要收拾东西 先挂了 陆隋安真是老狐狸 直到晚上 我的脑子里 都在回荡她说的那句 只要是我的 我都会养得很好 好在课业繁忙 没心思想太多 郭婷和陆盛 越发张扬了 比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张扬太多 朋友圈官宣 发表白强 在唱歌比赛的舞台上 高调示爱 在走廊旁若无人的激吻 这些恋爱时 陆盛从未跟我做过的事情 他跟郭婷做了个遍 原来他一直知道 该怎么爱一个人 只是不愿意爱我 好巧不巧的 他们秀恩爱的时候 我都在场 一开始我还有点伤心 后来慢慢麻木 可能有的人注定不合适 宁宁 求求你了 陪我去给男神送情书 好不好 诚意难得娇羞 拉着我去篮球场 她的男神正在对战路胜 两个人都是篮球队的主力 势均力敌 比赛激烈又精彩 很快吸引了很多人围观 我坐在看台上 左边是成衣为他男神摇旗呐喊 右边是郭婷为陆胜加油助威 我的耳朵 这辈子没这么遭罪过 陆胜一开始没有很认真 看见郭婷才卖力了些 奇怪的是 他每次进球 都笑着看向我 起初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几次过后 我才确定 只好低头不在看场上的比赛 刚好陆隋安发来消息 看你课表今天没课 不知道向我有没有空 有呀 好 那我中午先接你去吃顿饭 比赛结束 成衣的男神略胜一筹 我赶紧趁机将成衣 推到他男神身边 给他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回看台上拿水 陆胜先我一步弯腰 拿起我的水就喝 郭婷把手上的矿泉水瓶 都捏扁了 不想跟他们有过多纠缠 我转身就走 走在西门的林医小路上 陆胜从身后跑过来 长臂一伸 将我拦住 他笑得一脸灿烂 和好吧 我 嗯 你今天特意来看我打篮球 我就给你个台阶下 这些天 我跟郭婷做的那些事 都是气你的 我们和好吧 我不理解 但大受震撼 陆胜 你个王八蛋 郭婷骂的是陆胜 手里的矿泉水瓶子 却直直砸向我 陆胜想都没想挡在我面前 被砸得正着 水珠顺着他的眉眼 发肩流下 陆胜在学校出了名的不好惹 郭婷有点被吓到 阿胜 对不起 我没想打你 他丝毫不恼 淡淡捡起矿泉水瓶 扔进垃圾桶 似笑非笑地看着郭婷 说了两个字 分手 郭婷愤恨地瞪我一眼 陶也似的跑了 陆胜还挡在我面前 重复道 宁宁 我们和好吧 我真想敲开他的头盖骨 看看里面是多大的泡 陆胜我们不可能了 我已经结婚了 分 你哥 他拉住我的手腕 语气软下来 我知道 我可以等你离 我笑了 掰开他的手 你说你跟郭婷做过的那些事 都是为了我 那请问我除了变成郭婷的眼中钉 有得到任何好处吗 陆胜如遭雷击 愣在原地 过了许久 低声难难 我 对不起 宁宁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从前 每次陆胜服软 我都忍不住去抱他 这次 我终于没有任何情绪了 陆胜 你不会记得我 千辛万苦地爱你 但会记得 自己翻山越岭来爱我 说到底 你最爱的人是你自己 说完 我转身离开 陆胜非常大力地 从身后抱住我 他强迫我面对他 红着眼眶怒吼 我不相信 我们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你会喜欢上别人 是啊 这么长时间 每次闹脾气 都是我妥协 我也是会累的 我被禁锢得手腕疼 火气也上来了 对 我就是喜欢上你哥了 你要怎么样 我不信 说着 他抬起我的下巴 就要吻下来 我奋力挣扎 丝毫没用 我任命地闭上眼睛 突然腰间一松 被一股温和的力量 揽进怀里 陆隋安将我轻轻安放好 严肃地对陆胜说 你在学校 就是这么照顾你嫂子的 也许是常年混迹商场的缘故 陆隋安的气场 明显比陆胜高一大截 哥 陆胜握紧拳头 犹豫再三 还是说出口 你知不知道 林佑宁她之前是我女朋友 知道 你也说了是以前 现在她是你嫂子 以后 对你嫂子放尊重点 我坐上陆隋安的车 车子开得不快 但陆胜的身影越来越小 最后消失不见 我知道一家味道不错的泰餐 我们中午去吃吧 我点点头 上周我刚在微博上 转发了一个泰国吃播的视频 今天她就来带我吃泰餐 陆隋安像一个美丽的陷阱 引诱着我一点点沦陷 对了 找我什么事 陆隋安笑着擦掉我嘴边的米粒 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 陆隋安居然带我来拍婚纱照 她提前预约好了 刚进门 我就被一群化妆师团团围住 这是 我是个严谨的人 做戏要做全套 陆隋安果然财大气粗 中式西式婚纱 少数民族服饰 套戏多得我眼花缭乱 最最关键的是 这些衣服都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我摸着衣服上的钻石 心里感叹 这得多少钱啊 新郎新娘 靠近一点 新郎搂住新娘的腰 哎 对 新娘靠在新郎肩膀上 摄影师很专业 有的动作 我跟陆隋安不好意思做 她直接上手 把我俩往一起按 几组照片下来 我的脸红得不行 化妆师补妆师都在笑着调侃 小新娘害羞了 都不用上腮红了 哈哈哈哈 陆隋安文言 透过镜子笑着看我 在拍照时 刻意避免跟我有过多的肢体接触 她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穿着古代书生的衣服 也好看得紧 翩翩公子 温润如玉 最后一套动作 摄影师要求活泼俏皮一点 让我站在凳子上调戏陆隋安 我刚站上凳子 突然咔嚓一声 凳子腿断了 我失去重心 向前扑去 陆隋安抱住我的腰 将我稳稳接住 惯性使然 有一个瞬间 我们几乎稳在一起 耳边全是快门声 和摄影师的赞不绝口 哎 对对对 就是要这个效果 全程私人定制 选片出片很快 我和陆隋安换好衣服 在一旁的沙发上等照片 为掩饰尴尬 我胡乱递刷手机 陆隋安看似稳如老狗 实则手上的杂志拿反了 而且耳根通红 我偷描一眼 跟他对视 我们俩火速低头 陆先生 林小姐 这是相册 电子版照片 已经发到你们手机上了 相册第一页 就是我们亲吻的照片 不得不说 摄影师真的很牛 就那一瞬间 他都拍到了 陆隋安送我回宿舍 中秋节 还要麻烦你先跟我回家一趟 哦 对 去玩你家 你也陪我回爷爷家可以吗 陆隋安点头 当然 需要我准备什么吗 叔叔阿姨 有没有什么喜好 会不会 不喜欢我 陆隋安停好车 目光柔和 不需要 你人来就可以了 至于让我爸妈喜欢你 那是我应该做的事 你不用担心 陆隋安真的好适合当老公啊 我在心里默默想 宁宁 快看表白墙 你被人挂了 我点开链接 热榜第一果然是我 警号林佑宁 未报大林富豪 抛弃校草陆盛 小作文生情并茂 控诉了 我有多贤贫爱富 水性洋花 下面附了两张图 一张是我收到的 陆隋安送我的开学礼物 一张是我上了一辆豪车 将陆盛抛弃 我一看这两张照片 就知道是谁干的了 我打开手机摄像头 堵在郭婷教室门口 郭婷 你在表白墙上 散播关于我的谣言 构成诽谤罪和侮辱罪 念在我们同窗一场的份上 你现在删除帖子 并声明道歉 我可以考虑原谅你 正好下课时间 同学们都在场 被我这样直接拆穿 郭婷瞬间慌了 天啊 他怎么是这样的人 真看不出来 以后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听到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郭婷气急败坏 林又宁 你不要血口喷人 你有证据证明 是我做的吗 真是老太太钻被窝 把爷逗笑了 宿舍三人寝 我 程怡和郭婷 知道陆隋安送我什么礼物 还造谣报复我的人 不是很好确定 好 既然你不承认 那我就采取法律手段 法官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 到时候你就是有案底的人 毕业考工找工作都是问题 别怪我现在没给过你机会哈 警告完 我直接扭头就走 我肯定郭婷会叫住我 果然 还没走三步 他就哭着喊 是我做的 对不起 我只想解决问题 不想徒增事端 让郭婷赶紧删帖 才是目的 郭婷删了帖子 但迟迟没发道歉声明 我刚要把当时录制的视频放出来 他就发道歉声明了 听说是陆胜的手笔 陆胜最近不找我茬了 只是经常在上课的时候 看我 我一律无事 时间长了 倒也习惯了 中秋节 陆隋安早早来接我 带我去做了造型 还买了很多礼物 刚进家门 我就被一个 妆容精致的女人 拉到身边 这就是宁宁吧 长得真漂亮 我跟陆胜结婚 结得过分仓促 双方家长都没到场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的父母 突如其来的热情 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阿姨 叔叔好 叫什么叔叔阿姨呀 来这是改口红包 收下可就得叫爸妈了呀 红包很厚 我下意识地看向陆隋安 她笑着点头 被陆妈妈打了一下 你能耐了是吧 老婆收个红包 还要看你脸色 餐桌上 一家人奇乐融融 除了浑身低气压的陆胜 他们讨论最多的 还是生意上的事 我插不进嘴 乖乖坐在旁边吃饭 陆隋安怕我不自在 将我的椅子 偷偷拉到她身边 从身后握住我的手 惊得我坐直身体 目不斜视 生怕被人看出端倪 可我越担心 陆隋安就越放肆 竟然偷偷挠我手心 吃完饭 陆妈妈把我叫到房间 给了我好多金银翡翠 我想推脱 但被她的热情打败 好像我愿意跟她儿子结婚 是做了什么天大的善事一样 出去时 我听见走廊有人吵架的声音 偷偷寻声看去 陆胜神色阴沉 这一切都是你一早就设计好的 对不对 捧十八线小明星说 非她不娶 接受家族联姻 又说自己有特殊癖 直取寒寒 你做这些都是 在为曲林又宁扫除障碍 是不是 陆隋安松了松领带 笑着看向陆胜 小胜 看来你这些年也不是没长脑子 陆胜气得拳头都在发抖 凭什么 明明是我们先在一起的 陆隋安垂眸 似乎在思考什么 如果论先来后到的话 我比你早多了 陆胜愣了一下 没理解她哥的意思 她气势上输一大半 最后近乎用祈求的语气问 哥 我把公司让给你 你把林又宁还我好不好 过了好一会儿 陆隋安都没说话 就在我以为自己又要被放弃的时候 她走到陆胜身边 狠狠给了她一拳 笑话 公司是我努力 经营地来的 用不着你来让 你要是有本事 随时欢迎你抢回去 至于又宁 我给过你机会 你自己没把握住 要怪就怪你自己吧 还有 当你用还这个字的时候 你已经不配再提又宁了 回家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 陆隋安说的 如果论先来后到的话 我比你早多了是什么意思 我印象中 没有见过陆隋安啊 难道是陆隋安来学校 看陆胜遇到我了 那也不至于情根深重吧 百思不得其解 唯一确定的是 陆隋安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老谋深算 明知道自己可能被算计了 但又生不起她的气来 我悄悄脑袋 该死 陆隋安该不会是给我灌名魂汤了吧 陆隋安晚上高兴 多喝了些酒 上车就乖乖已在一边 睡着了 司机开到家时 他睁开水润的毛子 强装镇定自己下车 手机从裤兜溜出来都不知道 陆隋安 你手机 我拿起她的手机 追上去 刚好助理发来中秋祝福 屏幕一亮 屏保是我们的那张接吻婚纱照 老婆 陆隋安在前面走了几步 发现我没跟上 亮亮呛呛回来找我 人高马大的她 弯腰把脑袋放在我的颈窝 拉长声调 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撒娇 老婆 谁懂啊 外面的商业精英 居然不擅长喝酒 喝多了还会黏忍 陆隋安好像大型猫科动物吸人 见我没回应 她紧紧抱住我 又吸了两口 一旁的司机看到 嘴角比AK还难压 点头示意后 快速逃离了现场 我用手指戳了戳陆隋安 你酒量这么差 出去怎么谈生意 简单 让助理给我换成气泡水 你好重 我拖不动 你自己走好不好 跟喝醉酒的人讲不了道理 只能哄着 陆隋安乖乖站直 好 月光浅浅 我们两个的身影无限靠近 突然 陆隋安站定 笑盈盈地看着我说 老婆 没 然后在那傻笑 我的目光落在她泛红的嘴唇上 想起拍婚杀照那天 陆隋安凑到我面前 老婆 你的眼睛在说话 嗯 说什么 说你想亲亲我 嗯 温柔浅犬 肆意沦陷 我跟陆隋安一起去看望爷爷 爷爷高兴得不得了 做了很多我爱吃的菜 陆隋安把我们的结婚照 装订成册送给爷爷 爷爷一边看 一边笑着说 好看 我孙女真好看 后来我才知道 这就是陆隋安和爷爷的秘密 爷爷避开我 给了陆隋安一笔钱 让他带我拍婚杀照 爷爷说 不要因为我们家宁宁没有父母 就怠慢了他 其他女孩子有的 他都要有 那些都是爷爷 几块几毛存的钱 虽然攒得辛苦 但远远不够 补拍婚杀照 早就在陆隋安的计划里 但他想到是爷爷的心意 便收下了 陆隋安真的很擅长 温水煮青蛙 不知不觉间 我竟然慢慢习惯 跟他在一起的婚姻生活 刚回学校 陈隋就肿着眼睛跟我哭诉 宁宁 我被人扎了 他在老家有个青梅女友 两个人都认识很多年了 要不是他的女友中秋节突然过来 我还被蒙在鼓里 呜呜 我抱住陈隋 安慰地拍拍他的后背 别难过了 为了这种人不值得 想要吃什么 玩什么跟姐姐说 我买单 陈隋瞪大肿成一条缝的眼睛 声音沙哑 真的 比真金还真 晚上 酒吧 舞池里一群年轻男女 正跳得畅快 灯光晃得我眼花 我拉住成一的手 刚分手就玩这个合适吗 成一变身辣妹 勾勾我的下巴 就是分手了 才能这么玩呀 我凑到他耳边 那我怎么办 我还有老公呢 哎呀 放心 你老公不是出差了吗 成一人缘好 又喜欢热闹 来了不少朋友 郭婷婷说 不用花钱也来了 我第一次来这样的酒吧 看什么都觉得新奇 尤其是成一点的鸡尾酒 每杯都好好喝 正喝到起信 成一被人拽出去跳舞 他想拉我一起 被我拒绝了 我小时候很喜欢跳舞 没有条件学 我就跟着爷爷给我买的光碟链 高中参加学校的舞蹈队 老师派我参加十几比赛 听说奖金足够我上大学的费用 我用心排练了好久 临上场前 老师跟我说抱歉 舞蹈队里的关系户顶了我的位置 我在后台看着他一点一点走上满是灯光的舞台 音乐声响起 我在后台翩翩起舞 我没想哭 可是听到台前掌声的那一刻 还是不禁落泪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跳过舞了 艺术 并不是我这种人能涉足的路 我只能加倍学习 拼命学习 哎 你们看 那个不是林又宁吗 是啊 她不是为了磅大款 甩了陆胜吗 别瞎说 是造谣 造谣的人都发声明了 那谁知道呢 说不定是拿钱封口 角落里的几个不太眼熟的女生 通描我笑作一团 我喝了一口酒 笑笑没理会 女孩子就像一张白纸 只要被造过摇 不管事实如何 在某些人眼里 她都会被染成黑色 成衣蹦迪回来 有人提议完真心话大冒险 前几轮惩罚挺常规 问问初恋初吻 让去给陌生人唱歌之类的 轮到我时 之前在角落里嚼舌根的女生 摇手一指 直到二楼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 女生坏笑得眨眨眼睛 你去跟她说 叔叔 今晚带我回家好不好 成衣一听 火气就上来了 我光顾着收拾渣男 忘了收拾你了是吧 女生一脸委屈 怎么了呀 玩游戏而已吗 输不起 跟你这种没钱来蹭场子的人 有什么输不起的 成衣翻了个白眼 拿起一杯酒 这杯我替林又宁喝 我拉住她的胳膊 完蛋了 二楼那个男人居然是陆隋安啊 不知道她在二楼看了多久 我望向她的那一瞬 她朝我歪头笑了一下 光影掠过 有一种乖张的脾气 陆隋安在财富榜上有名 经常作为我们学校的优秀网界学长被传送 有人认出她 小声惊呼 那不是千亿身家的陆隋安吗 我去 还真是 终于看到真人我的妈 这种级别的人物 不是林又宁能棒得上的吧 还是别为难她了 耳边的声音嗡嗡 进入脑子 但我丝毫反应不过来 因为我的心跳 碰碰碰的声音更大 眼看陆隋安迈着大长腿 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一起玩的人愣住了 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陆隋安语气依旧温柔 为了配合酒吧的氛围 她还脱掉了外套 挂在手臂上 一向寄到最上面 一颗扭扣的衬衫 此刻随意地解开三颗 若隐若现 最为惹人遐想 我大脑当机 脱口而出 刚刚的大冒险 叔叔 今晚带我回家好不好 我人傻了 陆隋安挑挑眉 轻笑一声 林又宁可真敢啊 这种级别的大佬 也敢勾搭 唉 人质见则无敌呗 听见周围人的言语 陆隋安微不可查地皱眉 她把外套披我身上 将我打横抱起 佳琪在学校承蒙各位照顾 今天这场我请了 谢谢陆总 陆总脾气真好 陆隋安看向之前说我坏话的人 笑道 我脾气不好 恕我夫人脾气好 我不像夫人 今后如果再让我听到 任何有关我妻子的不利传言 我会用我的方式让她消失 当晚陆隋安抱着我出酒吧的视频 登上热搜 陆隋安直接转发回应 抱老婆回家有问题 酒劲上来 我缩在陆隋安怀里撒娇 哥哥 我错了 这会儿不叫叔叔了 陈一说 男人很好哄 只要一个吻就可以 我揽上陆隋安的脖子 吻上去 唉 没反应 一个不行 那就两个 陆隋安长长地叹了口气 然后 反客为主了 情到农时 被突兀的电话铃声打断 陆隋安给我煮了解酒汤 将我安顿好 出门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 头疼欲裂 陈一更是给我发了几十条消息 第一条是 陆隋安看起来生育能力很强的样子 昨天怎么样 最后一条是 呦呦呦 日上三杆了还不起 果然如我所料 如你所料的锤子 你个满脑子黄色废料的家伙 脑子渐渐苏醒 想到我昨天的行为 我就想拥有消除记忆的魔法 趁着陆隋安没回来 我赶紧逃回学校 陈一见兮兮地过来闻我 啊 女人香 我戳上她的脑门 滚 中午下课 往常大家早早就去食堂抢饭了 今天却诡异地堵在楼门口 一个身穿洛丽塔花架的女生 像个洋娃娃一样站在那 这女生我见过 不是陆隋安的未婚妻韩寒吗 看来我错怪她了 感情她平时穿衣就是这个风格 婚礼那天不是爱找茬的 但今天就不一定了 她在人群中一眼锁定我 趾高气扬道 林佑宁 你跟我过来一趟 担心她做出其他什么 惊世骇俗的举动 我跟她来到学校附近的咖啡厅 角落里坐着一个漂亮女生 身上的红色吊带裙 衬得她皮肤更加白皙 见我们进来 她抬头笑着朝我们招手 有点眼熟 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韩寒的群称很坚挺 一坐下仿佛人形蛋糕 挤得我往旁边挪了挪椅子 这位你应该认识 明星陈瑶 韩寒介绍道 也是安叔叔的白月光初恋女友 我刚消化完前半句话 就被后半句砸晕 当初陈瑶姐姐执意出国发展 陆叔叔才跟她分手的 安叔叔跟我订婚 也只是为了弃陈瑶姐姐 韩寒喝了口奶茶 拿出包里的化妆镜递给我 知道安叔叔为什么跟你结婚吗 因为你这张脸跟陈瑶姐姐长得像 陈瑶拉住韩寒 醋眉摇摇头 真真我见有脸 寒寒见状 更是被人当枪使了 还不自知 所以 某些人最好趁早让位 不要搞得大家都难看 我双臂抱在胸前 只是陈瑶的眼睛 所以呢 陈瑶被我盯得有些不自在 轻壳一声 林又宁 我知道陈瑶安是爱我的 碍于责任 他肯定不会主动跟你离婚 所以 我希望你可以主动提离婚 成全我们这对苦命鸳鸯 我直接拒绝 不可能 韩寒和陈瑶被我噎得一愣 我喝了口面前的咖啡 好苦 我不会主动提离婚的 我没有律师 也没有经验 主动提肯定很麻烦 时间也会很长 我拿好东西起身 不如你直接找陈瑶安商量 他有专业的律师 离婚也会快一些 陈瑶安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我都感受得到 可陈瑶还是让我莫名在意 回过神来 已经在微博上搜索陈瑶了 最新的微博是昨天半夜发的 终于回到了这座有你的城 昨天半夜 陈瑶安接了个电话 彻夜未归 我摇摇头 拒绝胡思乱想 可脑子里总是不自觉 把两件事联系起来 凑成一场旧情人 久别重逢的大戏 点开陈瑶安的头像 他已经两天没给我发消息了 本来想打字问他的手指 不听使唤 按下了返回键 宁宁 听说老君山骑伏特灵 我想去求个姻缘 这周末你陪我去呗 说完 成一想到什么 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瞧我这脑袋 都忘了你跟陆隋安正秘里调油 算了 我不去了 我去 成一瞪大双眼 不是吧 宁宁 想不到你竟然爱我至此 我太感动了 他扑过来搓我的头发 平时我早就反抗了 今天心不在焉 任他宰割 你不会跟陆隋安吵架了吧 没有 单方面的生闷气 连吵架都算不上 刚到老君山底的酒店 成一指护 真倒霉 大姨妈来了 入冬天寒 老君山上更冷 成一还一直有痛经的毛病 我拜托民宿老板娘 给成一煮一碗姜茶 让她在山下好好休息 自己上山了 起初我还好奇 周末登山的人怎么这么少 到了半山腰 天空开始飘雪 原来今天天气不好 越往上爬越冷 渐渐看不清远处的台阶 近处的台阶 也因为雪变的湿滑 雪越下越大 爬到山顶时 放眼望去 已是白茫茫一片 接连几天我都忧思过度 没休息好 寒气入体 我摸摸额头 有点烫 好像发烧了 孕孕呼呼之际 我竟然看见 陆随安撑着一把黑伞向我走来 一定是脑子烧糊涂了 在做梦 我打到他手里的伞 哭着向他控诉 你们总裁怎么总喜欢给自己的白月光找提身啊 这是什么隐藏任务吗 还是有钱了不起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提身也会难过的呀 陆随安茫然地看向我 第一反应先紧紧抱住我 我胡乱挣扎 尽管他还云里雾里 理不清思绪 却拍着我的后背安抚到 从来没有提身 白月光是你 我爱的一直是你 骗子 我咬上他的脖子 说 那你这几天为什么都没理我 陆随安从怀里拿出一份法院的判决书 他找到了当年骗我罢钱的人 起诉赢了 法院判决当事人立即还清欠款 并支付精神赔偿98万 三年有期徒刑 立即执行 手里的判决书被我的泪水打湿 我更加坚信眼前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梦里我无数次幻想过这个场景 我和爷爷的人生本来不必这么辛苦的 情绪过度激动 我晕倒了 醒来时在医院的病床上 陆随安坐在我身旁 用手捂着输液的管子 让我输液的时候不至于太凉 他眼底一片青涩 胡子也长出青茶 一双大长腿在医院的椅子上略显局促 我摸到手上死死攥着的法院判决书 居然不是梦 想到自己在山上的所作所为 我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磕磕 本想清个嗓 结果嗓子直接哑成鸭子 喝点水 陆随安扶我起来喝水 温的 法院判决输的是 谢谢你 我不太敢看陆随安的眼睛 是我应该做的 我找了这个人很久 最近突然有了消息 时间紧急 我又怕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让你白欢喜 所以没告诉你 听着陆随安的报备 我的脸红了个彻底 一旁年轻小护士八卦的声音有点大 老君山求姻缘真灵啊 你瞧五号床那对小情侣感情多好 我动了动脖子 那个 我去老君山是为了给爷爷祈福 不是为了感情问题 底气不足 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到后面几个字几乎没有声音了 陆随安也不戳穿我 情绪稳定的像卡皮巴拉 不知他从哪里拿出来一个姻缘符 我知道你不是 但我是 我把骗爸爸钱的人被抓起来的事情 告诉了爷爷 爷爷眼眶寒泪 但没哭 他高兴地喝了点小酒 嘴里念念有词 真好 真好 是啊 好像陆随安出现以后 一切都变得好起来了 韩寒家的公司 涉嫌挪用公款 陆随安立刻与其终止了合作 刚刚回国发展的明星陈瑶 被抱在外国私生活混乱 插足某奢侈品高层经理的婚姻 一时间声名狼藏 又跑回国外 过分巧合 让我不禁怀疑 我试探性地问陆随安 韩寒跟陈瑶的事 是你做的吗 陆大总裁正在看书 眼皮都没抬一下 他们自己行不端坐不正 他方是早晚的事 所以言外之意 是他推波助澜的咯 第二年春 陆随安在爷爷的小院里 为我补了一场简单又真诚的求婚仪式 记忆里熟悉的音乐响起 幕布上年少的我正在后台翩翩起舞 像是一只倔强的蝴蝶 脆弱美丽 又不肯屈服命运 那是我高中时 没能站在舞台上跳的舞 我惊讶地捂住嘴巴 不禁落泪 影像结束 大屏幕上留下一行字 私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友 陆随安单膝跪地 眼中含泪 声音动容 我从小就是个感情淡薄的人 我做任何事 第一反应都是权衡利弊 遇到你的那天 我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 鲜活又热烈 我知道 按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标准 你都不是我的最有选择 但林又宁 你不是我权衡利弊的结果 一向高高在上 毫无破绽的陆随安 就这样跪在我面前 捧出他的心给我看 他几度哽咽 林又宁 今天这个机会 是我费尽心机 苦心经营的结果 我为我们的未来 铺好了一条平坦的路 可你被陆胜骗走了 我真的很嫉妒陆胜 他头脑简单 率真阳光 跟我这个阴暗的人完全相反 或许你跟他在一起 才更幸福 我有想过放弃 民政局门口 你问我要不要拼个婚的时候 我简直中了彩票 我做过很多项目 只要我想都能成功 只有你让我换得换失 陆随安举起戒指 林又宁 请你看清我的真心 继续爱我 我接过戒指 扶起陆随安 紧紧抱住他 激动到发抖的身体 我爱你 谢谢你 愿意跨越千山万水 朝我奔来 爷爷一把年纪 也感动到老泪纵横 晚上我们一起在院子里乘凉 爷爷一开始 还在院子里除野草 意识到什么 他快步走到我和陆随安身边 轻轻拉起我的手 放在陆随安手上 拍了拍 小陆啊 宁宁这个孩子很有天赋 是我没能力给他最好的 你以后要对他好好的 知道吗 陆随安看了看爷爷 笑着对我说 好 爷爷有点累了 想坐一会儿 春风和煦 爷爷靠在我的肩膀上 去了天堂 没有痛苦 没有遗憾 我望着院子里的满树梨花 爷爷这辈子太苦了 早年丧偶 老年丧子 一个人把我拉着长大 被爷爷庇护的时候 总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长大了才慢慢发现 爷爷也是第一次做爷爷 他太辛苦的时候 是怎么度过的呢 只希望爷爷下辈子 平安顺遂 不要再吃这么多苦了 陆随安如他承诺爷爷的那样 把我养得很好 甚至可以说 是重新养了一遍 他根据我的课表 给我安排了舞蹈课 我渐渐对高中时的舞蹈阴影 没有那么抵触了 偶尔开心 还会在家里放音乐 尽情跳一曲 高中时 虽然我没有获得舞蹈比赛的奖金 可就在我交不起学费时 学校收到了社会人士的资助 资助名单里有我 我一直很想感谢这位社会人士 脱路随安的助理 帮我调查是谁 助理无嘴倾笑 言语道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我冲出去问路随安 为什么不告诉我 高中资助我的人是你 路随安愣了愣 决定给助理扣工资 没有为什么 爱不靠说 我心软软 抱住他猛吸一口 路总裁将扣工资的消息删除 改成了表现优异 本月奖金加倍 路随安 我感觉自己 就像被宠坏的小娇妻 什么都依靠你 这可怎么办啊 路随安轻轻敲了敲我的脑袋 语气警告 不许胡说 你很好 很聪明 也值得最好的 我只不过是投了个好胎 所以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有更多的资源罢了 如果你从小获得跟我一样的资源 做的绝不会比我差 从小被压抑环境培养的自卑 多疑 渐渐在路随安的爱意里消散 我突然想起上野千赫子老师的话 你们被优越的环境所塑造出来的能力优势 不是为了凌驾于没有享受过同等资源的人们之上 而应该发挥这些能力去帮助他们 路随安就在为我做这些事 我抬头 蹭了蹭路随安的下巴 感谢路总带小林实现共同富裕 路随安霸气回应 嗯哼 还想学什么 尽管题 放暑假 路随安因我的要求 给我找了位书法老师 应试教育下 我的字很工整 但有一种工整的丑 所以我非常羡慕路随安的一首好字 路随安说包在他身上 说给我请了年轻厉害又帅气的书法老师 结果我打开书房门 就看见本该在国外出差的路随安 身穿汉服 宛若古代贵公子一般 坐在岸前 你不是有工作出差了吗 路随安拂袖颜末 勾勾嘴角 语气傲娇 又不是什么很难的项目 提前结束不是很正常 我一秒进入角色 公子 万万不可 颜末这种小事 怎能劳烦您亲自动手 我来 嗯 我不应该带入美娇娘的角色吗 怎么带入半读书童了 路随安愣了愣 笑得温润如玉 来 先从简单的笔顺练习 路随安自然地握住我的手 他的书法写得很好 教学也一针见血 直指要害 就是感觉离我越来越近 几乎把我抱在怀里捐牢 温热的气息落在我的脖梗上 瞬间一阵苏码 路 路随安 别这样 我写不好了 林同学心术不正 呆法 他低头含上我的耳垂 要了命了 究竟是谁心术不正啊 案板轻晃 墨枝洒落在雪白的宣纸上 孕染出一幅浅犬的话 在路随安的亲历教导下 我的书法突飞猛进 成衣不吝夸奖 我去 宁宁你是不是被古代人夺赦了 字写这么好看 不要命了 字是好看了 心乱了 经常写着写着 就想起路随安 以及一些让人脸红心跳的画面 我懊恼地给路随安发消息 都怪你 我现在写字想的都是你 路随安回得很快 宝贝怎么知道 我现在每天最喜欢的 就是签字环节 我 嗯 路随安 我签字的时候也在想你 路随安要出国了 出国前请我吃饭 路随安非要跟我一起去 路随安盯着他歌伏在我腰间的大手 放狠话道 等我学成归来 我一定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路随安淡淡一笑 好 等你回来 路随安刚进安检 路随安就打电话给助理 非洲的项目先等两年 我有个重点培养对象需要历练 跟老狐狸相比 路随安果然还是太过单纯 晚上回家 路随安食指跟中指夹着一个黑色的袋子 若有所思地看向我 管家说这是渠道不明的快递 放了好久都没人取 看见是夫人的名字 就送到我这儿来了 救命 这不会是我在拼兮兮 购买的硅房JK吧 别打开 来不及了 路随安已经扯开包装 看清里面是什么 漆黑的眼眸漠然一亮 他一根手指挑起布料的丝带 挑眉看我 你 你听我解释 好啊 我今夜有大把的时间 听你好好解释